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也听见了 这句就不管了 只管底下这一句 不要管一句一句之间有没有妄想 只要这一句自己听得见 这一句就是真念了 念的半天自己一点听不见 那就不行 那你这一段工作就是虚功 这是利用耳根 夏老君是说 念来字句用心听 只要注意在听 你不出声一样可以听见 默念也能听见 利用耳根实际上就是都设六根 其他的根都设住了 一根也设住了 嘴也在念 耳朵在听 这都设在这儿了 所以 大事至菩萨的都设六根 既念相继 到相继了 就自得心态 到既念相继自得心态 就开悟了 那就不是是一心 礼一心啊 大事至菩萨成就众生 就是这种因缘 我们现在不管相续不相续 就是一句一句地听 听见了就是真念真修了 有妄想 就算他有妄想 我收回来还念 愿他妄想纷飞 听我念佛分明 妄想不管他 我就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绵绵秘秘地念 你的妄想乱挠 他挠去 不理他 就是念念听 我们的本事就是这个 你要是去跟他斗 有的人夹杂什么的 越来越乱 叶就跟水一样 他要动的话 你就不要动 越搅越乱 他就不会清紧 我这么想要做